他是空明真人 是陆明山上的活神仙 平日你念之丹药 不语 楚遥是大家眼中的大善人 受到所有人的敬仰 可是在几十年前 那时候的他被叫做张二狗 那时候的他只有一只黄狗互为依靠 那时候的他作为一个下九年的杂耍艺人 被所有人瞧不起 成天还要被当地的恶霸欺凌羞辱 被逼着学狗叫还不满意 甚至连相应为命的黄狗也被打死 尊严没有了 黄狗也没有了 二狗气急就要还手 可他又怎么会是几位恶霸的对手 被几位恶霸围殴 一条手臂也被打蛇 正当二狗绝望想要一死了之的时候 小白蛇出现了 来到二狗面前用蛇性舔了一下伤口 又舔了一下手臂 张氏神奇的快速痊愈 二狗取出准备给黄狗的肉干喂给了白蛇 表示从今天起你就和我在一起 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像大黄一样 在把大黄埋葬之后 一人一蛇开始了新的生活 凭借小白的通人性 街头卖艺也变得十分受欢迎 生活逐渐好了起来 之前的恶霸纹身再次前来砸场子 威胁还要再修你二狗一顿 新仇旧恨一起抱 二狗招呼小白冲上去咬了恶霸一口 顿时恶霸全身化为石头 还没开心太久 百姓全都看在眼里纷纷吵二狗砸十块 下九流就是下九流 竟然与妖怪为伍 于是将二狗赶出襄阳城 二狗来到一处干旱之地口渴晕倒 再次醒来天空已经下起大雨 周围莫名为上几人以仙尸相称 原来此地以干旱十月低雨未降 村民都已经坚持不下去 但只有二狗头上正在降雨 皆以为二狗有通天本领 二狗见状看向头顶的乌云 心里也有所猜测 应该就是小白所为 从这日开始 世间只有真人空明 再无杂耍张二狗 此后空明四处行云不语拯救苍生 虽然曾经备受欺凌 但空明决定以德抱怨 用无私善举换取百姓的尊崇 这日空明来到陆门山一乡生家中 可陆门山有高僧庇佑 从不缺少雨水 乡生也并未对空明太过重视 因家中有事让下人送客 直到空明发现乡生家中似乎有人生病 原来是其女儿 因一处皮外伤导致龙肿溃烂 一直发烧不退 甚至影响神志 空明回想起当时玉白蛇 任何发生的事情 表示可以一事 当晚空明找到白蛇讨要口水 一番笔划白蛇终于明白 爬向一块巨石面前 狠狠地朝着石块撞去 一次又一次 直到口吐鲜血才停下 原来白蛇救人的东西 是利用自身的金血化成的珠子 空明惊住了 黄过神来一把抱住白蛇说道 你真是我的宝贝 之后一定给你准备烧鸡乳猪 好好补一补 从空明的眼神可以知道 他早已经变了 乡生女儿大病痊愈 空明也谢绝了乡生的报酬 此时因为捐赠山门的事情 乡生不得不先行离开 听到后方传的要大修特修陆门寺 空明内心却十分嫉妒 这天天降此地从未见过的大雨 刚刚修缮的陆门寺山门 眼见就要撑不住了 乡生们还以为是有人造裂引起天怒 实则却是空明为满足一己私欲 让白蛇暗中不语 在众人都绝望束手无策的时候 空明出现了 自导自演说是有妖物作祟 装模作样略施法术 雨停住了